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新北市议长杯第八届龙州锦标赛将于6月17、18日登场,新北市议会议长蒋根黄,新北市副市长吕魏清及新北市体育总会副理事长李修德金担任驻机关,在威风运河广场举行即将即龙州电晶仪式,其球赛事顺利圆满。 今天的即将电晶仪式,由雨安幼儿园小朋友以精彩舞蹈揭开序幕,小朋友们身著古装,模样逗趣可爱,国立体育大学校花组成的龙州亲善大使团也穿着旗袍一字排开,十分亮眼吸睛,引来民众争相合照留念。 仪式结束后,现场还举行了一场巨位亲自龙州赛,由身经百战的新北市消防局龙州队队员担任教练,为民众集训,让大,小鹏一起体验画龙州的乐趣。 龙州赛开幕当天,还会有手作香包,手会彩蛋,路上龙州挑战赛,野餐派队,种下夜民歌音乐响宴等活动,还领提供百项抽奖好礼。 相关资讯可知官网httpntpcdragonvote.com TW查询